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個故事講了很多遍 你還要再聽一次 好 為了你再說一次 再次我覺得它也是一個淵源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去內地發展 就是從九十年代去過一下子就沒有再去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可能不是那麼適合我去 那後來就九九九之反正後來我也有一陣子沒有長歌 就在做別的事情 那後來就一直有人說我應該去那地 可是我覺得當那個廢的東西來我就會知道 那直到現在那個時間其實還是蠻清楚在腦子裡 是2014年的10月我還記得 我就碰上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是我做我第一張專輯的氣旋工程 那我們其實那時候後面是只是相聚 就從來沒有講過講工作 他就突然間就講到說 他跟我說有個節目很適合我上 叫做我是歌手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是歌手已經找我兩次了 不過我們都推掉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那不適合我 因為首先它是真人秀 第二它是一個歌手之間的比賽 其實我現在還是不喜歡歌手之間的比賽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不可能 這個怎麼會適合我去上 不過因為我蠻相信這個朋友的 然後他就說你相信我 他說如果你是帶著對的心態 你根本不要去當它是個比賽 他會給你一個很好的舞台讓你去表情 因為你只愛唱歌嘛 你又不愛娛樂的東西 他說你就上去把歌唱好 別很多人聽到 那後來我就說OK 他說你到底有沒有看過這節目 我說沒有 他說那你好歹去看一下 那後來我就去看 那看完之後 我當然覺得其實他的節目做得很好 加上我也發現到他並沒有去醜化那個 對他的真人秀的部分不醜化 沒有那麼噁心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願意跟洪濤碰面 那後來我覺得我也很坦誠地跟他說了很多 我願意做跟不願意做的事情 而且他都答應了 所以是帶著這種心情去上 那之後你們就知道整個故事了 那個就是我的故事 沒有做過搶聽會 所以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我覺得搶聽會真的蠻好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花了那麼長時間 去錄製一張專輯 真的沒什麼機會這樣子一首一首 因為當然你們都會聽到每一首歌 會多的一些想法 而且你們還可以直接問我問題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的 加上我又那麼久沒見他們 所以很開心 而且今天因為不用表演 我又可以帶著比較輕鬆的心情 不然我那個處女座的部分 還是會有問題 天堂邊緣要不要講一下你想要傳達的專輯概念 天堂邊緣這張專輯 所以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我真的領悟到 無論在唱歌、生活、愛情 所有的東西 其實就是應該要都是抱著一種有希望 都是向著最好的去一直邁進 然後可是不需要 覺得你一定要達到天堂 不需要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過生活 其實你是會有動力 而且也比較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嗯 之前在稿上有看到啊 你有最近有來自M1是影角戲的嗎 你也很久沒演戲 要講一下她的一些感覺 其實這兩支 待會你們會看到第二支天堂邊緣 都 都是需要演 其實我也蠻愛演的 因為 我以前是念戲劇的嘛 然後後來 可是我比較少機會演戲 那 在裡面 我覺得比較難演的是 天堂邊緣有一些 比較技術性的 因為待會你會看到 很多是後製作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拍的時候 就是我一個人站在那個 綠色螢幕 然後導演就會說 傑儀 你看周圍很多星星 對 你往裡面看 很好 然後 然後就還有那些是我跟我自己演戲 像有兩三個我 然後我要跟他有對戲 還蠻好 因為是冬天 沒吃到這涼麵 涼麵還有 那個 冬丸湯 然後接下來 每一天都會安排一些 愛吃的 是 想念什麼 其實我對 上一次來露營 已經有吃到很多了 像 我很愛吃燒仙草 還有 真蜜便當 還有 很多啊 然後小吃啊 什麼都 都愛 還有嗎 有機會會來台灣才演唱會嗎 要啊 一定要 那 不過因為我現在 在做的這個 著迷巡演 其實已經要 最後一站 就是又回到新加坡 那 不過我希望很快 就能夠 做一個新的系列 那那個時候一定要 一定要在台灣開始 對 希望 這個有問題嗎 沒有 而且都會看到一些 我熟悉的地方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